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Lek仔 今集煮的就是酒楼都吃不到这么邪恶的上汤芝士会龙虾衣面 影片都会比较长,因为如果大家知道多一点细节 好吃程度和安全性都会赢很多 最后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如果认为食谱很未实用,帮到你的话 记得给个赞,分享给朋友 大家过年过节都有好食 好了,我们又来到街市了 要煮好吃的龙虾,最重要当然要选一只新鲜山满 因为只有新鲜的龙虾才会有爽弹的口感 如果不想刺身手,又想选一只大的齐酥 当然也是找美女帮我们手 因为很容易会刺身手 现时的澳洲龙虾卖248斤 如果越是接近节日的前夕 当然就会越来越贵 所以我自己一向都不会在正一做节 因为这样可以省不少 答案要去的 我想让大和齐酥 最好齐愿做 ですね 先让他吃吧 1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了,1个小时都不会费 好,就这样吧 2个小时 好 我拿回来,拿回来,不会费 哈哈哈 我给你钱再等等 你给你20元吧 我赚2个小时给你 好 就是这样,叫美女帮你选了一只又新鲜 都叫大只的龙虾了 以倒过鱼竿来说 一共就一斤多重 我这里就买了320元 听姐姐说完之后 如果一个小时的路程 就连水,咸水也不用 冰也不用 这样去拿回去 那我们就回到家 看看这只龙虾的状态 大家好 又回到叻仔厨房了 今集的主角 龙虾衣面当然就是龙虾大哥 这些龙虾呢 其实买的时候 我们最好都是要选生猛的 起码你刚才会看到片头 懂得动的,懂得走的 懂得弹一下这个 砰位 这样的样子 这些就非常沙满 其实逢是上去 一斤多两斤重以上级别 大概有一块砧板那么大 这些位置已经是很有弹力 会弹手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准备一些毛巾先 那我们平时外面做的东西 这条就叫做好齐全 我特意留下来做给大家看 如果在外面做得很漂亮 我们会找一些 绿色的东西摘起一条 那做出来的效果 就会很生满很好看 放了一阵 还很生满 那我们第一时间 要冰了它 但是冰了之前 我们不是要 拿来拿去的 它这条小酥 其实这些有很多次的 是非常之吉手的 随时有一些没那么干净的水域 一摸下去这些位置 发一下发一下 那你的手就会敏感 不断行 我们第一时间 动任何的活口海鲜 或者慢走海鲜 先吸住它的眼 吸着眼 它的活动能力低一点 那我们就找一把硬一点的剪刀 先剪短了一些酥 可以的话 如果 我这把剪刀 随时不行 就用刀来剪短了它 那现在容易没有一点 那我们呢 立刻把它去急冻 我们要冰到它均匀 大概是冰它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冰到它没了感觉为止 一边冰龙虾 一边我们准备一些香料 那今次隆重其事 这些龙虾的菜式 始终都叫贵价 我们就只用一些葱白 给大概这么多 之后我们还有一些香料 这是什么呢 这里有几片的姜片 铜葱头我会给多些 一般来说 起码都要给它两粒 那我就给三粒 因为我自己觉得铜葱头实在太好吃了 切的时候有些技巧 千万不要切得太小 你宁愿粗身些少 因为这些钢葱 你待会爆它的时候 如果你的火力太厉害 就很容易会焦 那就算了吧 我们准备两粒至三粒 轻轻拍一拍它 也是不用刺得太幼 今天这个香料头 就已经准备好了 配料准备好了 接着我们就准备上汤 这个是鸡汤 我们会用两盘 即是为之五百毫升 看看尺寸大概是一个大碗 已经足够 随时你可以中间加水也可以 之后我有一件牛油 我们会切两至三块 软软的切就会更好 是不是很棒 切完出来 你怕它一块一块 我们在旁边放一盆水 放下去 它就不会黏在一起 你会看到它放了水 隔着它就不会黏在一起 记得把它印干 就放进冰箱 接着就顺手准备芝士 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因为芝士其实有很多很多牌子 就视乎你自己喜欢 我们大概一个面饼 就放两至三块 今集我会做两个面饼 比较四片 如果你想调色的 就混合芝士 你可能没办法 黄色一点 也可以这样 我这些是正常的颜色 自己因你想要的口味 牛油 芝士 上汤都准备好 最后是把面 这就是传说中的衣面底 一般来说 买的时候 哪里买呢 去街市 买河粉 买上海面的地方 就会有它 跟仕头婆说 要一个衣面就可以了 正常来说 衣面分两只 一只大只 一只小只 我这一只 就是小只 大概有一个大手板 如果是大一个 我买多一只 就是平时我们去酒楼吃的 那个尺寸 就有点 这些就是小丁 我大概三至四个人吃 点缀一下 又不会太多 不太少 我就买了两个 现时的市价 我就买八元一个 两个就十六元 算了足足一个钟头左右的龙虾 你看到这个袋子都已经是 有了伤的了 现在你看到它都近乎是直拢了 龙虾呢 就有很多个劏法 有些是在头上开 有些是倒转来开 所以没所谓的 但是第一时间呢 我们把手手脚脚 尖了的位置 都先去掉它 就是这些爪 还有勾 把这些我们没有用的 煮熟的话 就不会刺到自己 这些脚趾尖 斩好手指甲之后 你可以在这里开始 在上面那里去斩下去 也可以倒转在这里来 但是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女士 比较是想尖身一点 我就建议把它的头脱了先 头这里有一个关节位 这里 把刀放在这里 左右切一刀 再在后面这里切开它 基本上头和肉 都可以分开得很漂亮 任你如何没有 都会更容易 左转右转都可以 来了 在这里进刀 进了下去 很自然这里会有卡位 一卡下去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也下了 另一边 这里 已经分开了两块肉了 这个头 越大只的龙虾 即是去到四五斤 这些头 基本上你不是把刀很锋利 很硬正 很难说在这里可以开得到它 帅仔 所以我自己就喜欢在这里开回头 最紧要记得它稳 先找一块毛巾 先找底先 找回它的中间位 轻轻拍一拍它 下去之后 继续再下去 就视乎你把刀 龙虾的状况 是的 我这一把 就不是自己的兵器 因为我自己的把 返回工 就被人拿走了 唯有用这些 中式一点的菜刀 开了边之后 我们就把肉拌好 这一件肉 就叫做不大不细 有些更加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 将整块的染 都剪走 我们把这些 游水的染 都剪走 先剪走 剪好水泊之后 就变成这样 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 如果你不是想 放一只龙虾的样子 你可以这个位 尾位就可以斩 视乎你自己 喜欢 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要 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开边 如果你想它开得漂亮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做 比例对一点 齐一点 我们在这里 剪开了壳壳 你切进去的刀 就会更加上是准确 就是只是面向 你入刀就会更容易入 入刀之前 我们就放毛巾下去 让它 安全一点 切到它 大概是一大半 那你已经这只龙虾 开始 入刀的时候 我们先下进去 这样就很整齐 如果你开得越漂亮 它就越是对称 这样 之后的东西 我们就看清楚 看看有没有一条 大根在那里 它有时有一条很粗很长的 黑肠 即是 但有些时候 它整条肠就透明 或者是已经飞了出来 看不到的 那我们先拿它出来 撕掉黑肠之后 我们将它一条开大根 大概2-3 龙虾头 开了一边之后 你会看到有很多膏 这些东西 我自己选择 就会先脱掉它 这些东西 你喜欢吃 放汤 等等就用它 如果拿这些东西 走油的时候 不小心飞了出来 那这些东西 就会爆到周围 很多油花 所以拿了它出来 才会好一点 之后 就起筛了 我们再到这边 起筛的时候 看一看它 这些东西 其实随时会过敏的 所以尽可能都会快手 撕开它 撕开了之后 你会看到这些就是筛了 那你就剪走它 那另外一边 这边还有一些嘴 甚至乎有白色 像香口胶 那样的东西 可能在左边 那我们就把它撕开 整个龙虾头 拆解完 就变成这样 有两个爪 一个头 和这些膏 那些东西 我建议分开其他东西 放汤 因为我们走油 半煎炸的时候 一扭出来 真的很难搅拌 这些你可以选择 就斩多刀 那就好分一点 我把刀砍一下 这个我不建议分开 因为放出来会比较好看 但这个手就没用的 白色这只 没用的 但这条粗鬚 平时有些肉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用刀背 轻轻烤一烤 碎它 斩好整件 跟手 我们就要开花一个 好异弱的水力 轻轻把它过一过水 千万不要用水去浸 因为蝦的鲜味就很容易没有 我们是轻摸一摸 冲一下表面的东西就可以了 稍微印一印干水 又不用绝对把它印到很干很干 用毛巾印清洗完之后 再用一些厨房纸 轻手一点去吸干 因为你吸干太干 鲜味又说不会吸走 所以适可而止 之後我們要灑好鹽 高一點灑下去 因為這是新鮮食材 我不會加胡椒粉、黑椒 大概輕輕放在肉那邊 醃它大概五至十分鐘 它的鮮味就無窮 來到賣爐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會煮一大堆水 方便灑麵餅的時候 火力均勻一點 這些麵餅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它已經熟了 而且沒有鹼水 為什麼它這麼好吃呢 因為它沒有鹼 所以我們煮完之後 也不需要過水 最重要是煮這些 水要夠滾夠多 而且我們不能煮太久 大概煮到五成至六七成就好了 大概時間是兩分鐘至三分鐘左右 到五成至七成熟 到兩分鐘左右 你會看到顏色會有些黃黃的 有些白白的 這些就是開始到五六成熟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我已經是收手了 以免它太過濃 一會兒再去煮它 就不太好 所以我們寧願有些少少硬 已經要收成 我們玩完之後 拿回它 把筷子撐回兩邊 這樣就可以保持一個散熱狀態 就不會加熱力在這裡煮 煮完麵後 再加多一點油 這次我們會用半煎炸的形式去煮 如果有一群小油 就不妨走油 拉到七成熟 一邊滾油 一邊加一些生粉 我們把龍蝦輕輕地撲一層粉 最重要是肉要包得住 就可以上一上去 封一封鮮味 其實是說殼要不需要撲 如果殼撲下去 顏色會比較淺一點 即粉紅色一點 下鍋的時候 試一下油溫 最重要是對筷子有一點力 貼著旁邊來放 我們撲了粉 沒有了蝦膏和蝦缸 不會那麼容易就爆破 如果你沒有去除那些東西 又撲粉撲得不容易就爆破了 所以小心點 放下去不要動它 讓它定型 大概炸多久 一般來說都是兩三分鐘左右 保持火力 大概炸到蝦肉 醬煲煲 兩分鐘左右 去到七成熟 我們就要起了 一會兒還要煮一下 魚蝦熟不熟 就讓它自己嘔嘔一下熟 炸好龍蝦 魚蝦的油還有不少 這時候我們把蝦夾起 大概留三分之一 那些魚蝦就盡可能不走 那些魚蝦可以繼續炒炒 提煉了龍蝦油 我們留下大概有兩個湯匙 如果是完美度高一點 就自己把蝦夾起 但我懶人不理會 這裡有500毫升的雞湯 大概放100-200毫升的清雞湯 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在煮 麵底我們煮到大概有七成熟 有硬硬的 這個時候就是發揮起餵它的功效 餵到它的麵 就去到全熟軟身的狀態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等它煮了 才放下去 在還沒煮的時候 我們要把味道放下去 雖然已經有了龍蝦味 但我們想它更加好吃 就放一點胡椒飯 一點點就可以了 鮮味的來源 再放兩滴蠔油 真的一點好 不要太扯 因為我們的麵頭還會有些味 我們調一個好吃的 但又煮得起的火力 因為我們要給點時間 讓它烘光這些衣麵進去麵底裡 養開它之後 你會看到它很濕的 所以我們要調小火 烘到麵大概是把醬汁都放進去 你看到這個狀態 已經夠熱了 另外三成就是這樣餵到它全熟 看不看得到底部 底部就是剛剛好 讓它喝完雞湯和蠔油和龍蝦油 這個麵就非常好吃 正常來說 這個時候你已經聞到麵底是非常香的 麵底都餵好了 就來到最後的階段 我們首先開一個小火 這個時候很重要 小火才是操控牛油的最佳時機 牛油要小心 因為放在冷水裡 放在冰箱裡 因為夏天就溶了 下去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我的鍋也比較熱 最重要是小火 要不然太大火就會有些糞便出來 溶到七七八八之後 我們就開始放些 剛才準備好的光料 蒜、薑片、紅蔥頭 都放進去 期間都是用小火來慢慢逼它 蔥段就不要放下 爆到它開始有些金黃色的時候 龍蝦大哥就是時候放進去 讓他吸收一下這些香料 期間我們都可以放大約一大半的蔥段 還有大家要留意的就是這些牛油 是鹹味牛油來的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沒有味的 這個時候可能要加一點鹽 聞到一些香料有些香的 這是雞湯 大概都是用500毫升的雞湯來的 剛才剩餘的那些 我們先煮一下 煮了大約一半左右 看看湯 去不到龍蝦一半 可能要補一點水 我們的目的要浸過它 大概一半左右 這樣才可以餵到龍蝦 有些雞湯的味道 芝士的味道 再一次煮起 9秒9 又煮起的時候 第一時間不要想太多 馬上試一試 調小火 作出最後調整味道 可能適合補一點水 所以味道淺了一點 我就順手補味 胡椒粉少少 鹽真的不可以沒有 大概是半茶至一茶 記住一定要試味 因為每隻隻牛油都不一樣 這時候調適了味道 放一塊芝士 期間調小火力 大概焗一兩分鐘 讓芝士溶解 芝士小心黏鍋 放在水裡 最主要是融芝士 大約一分鐘 到這個稀稠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稀稠 到最後 我要多加一點蔥 我想去再嘗嘗一點 有一點令面的感覺 龍蝦油 加一點掛口 很稀稠的 不用太稀稠 今天這個上湯芝士龍蝦衣麵 大功告 如果你們都喜歡今集這麼豪華的龍蝦衣麵 記得給我個讚 支持一下我們香港的one man band創作 下一集我們繼續一起煮 一起享受 有空煮食 遊遊街 收視頻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歡迎各位忠實粉絲 來到片尾試食的環節 其實我剛拍完照片 這個芝士蜆 簡直是稠得起了 所以大家煮完 趁熱吃 不然就會很稠很稠很稠 記得 如果不想太過邪惡的話 自己把牛油等份量 縮紮一點 嘩 先試一口 好好味 龍蝦基本上不用試 真是新鮮 我也不想試給大家看 太吸引了 有機會的 跟個步驟去做 這個B面底 必定好吃 一步一步來 一定做到 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支持